所以家人还送你去学艺术啊 其实学艺术也是一条不容易的路 父母也要付出很多 是 这个学的是 最早是一名戏剧演员 非常的自信 非常的自豪 每天可以在舞台上 发光发亮 你是唱 柳琴戏 我们当地的 也是小剧种算是 对 但是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刚才你一上来自我介绍说 自己是个单琴妈妈 对的 怎么就单琴了呢 我和孩子爸爸认识 是同学介绍的 但是我就没有看 看中就是不是很满意 只是认识这么一个人 对 只是认识 也很少联系 后来他就打电话说 我生意出了事情 我需要钱 你能不能帮我贷款 对 然后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就想算了 就是帮别人一把 恰巧去办贷款 需要结婚证 就脑子一热 什么也没想 我就想 一个结婚证 事后离婚就好了 就是没想那么多 那你跟爸妈 哥哥姐姐商量了没有 我没有 我偷的户口本 办了结婚证 一仗意 一冲动 一豪迈 就 嫁了 就酿成了今天的后果 那后来 这都有孩子了 说明还是有感情了吧 后来办完结婚证 就想 结婚证都领来了 那就和这个人 凑乎得过吧 才二十岁就凑乎过了 可能也想自己有一个家吧 就想和谁在一起 都是那么过一辈子 那咱有的孩子 就别凑乎过 好好过呗 有了宝宝之后呢 其实每个做父母的都知道 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他会闹夜 夜里他会哭 那时候孩子不到一个月 然后因为吵到他休息了 他就会这样 使劲地去摇孩子 后来我们真的就是 受不了那种折磨的生活 我就在孩子两岁的时候 选择了离婚 那离婚之后呢 回到家里 跟爸妈妈一起住了吗 因为我在怀孕的时候 我的母亲就离开了人世 然后离婚之后 我选择了自己 租了一套小房子 自己带孩子 就是一间屋 大概有二十平方 这一间屋 一个月是三百块钱 因为没有工作嘛 就是靠着姐姐 每个星期 给他二百块钱 去维持生活 那你原来那个 戏剧团的工作呢 孩子小时候 就是不能哭嘛 一哭就会断气 我就会带着孩子 去医院吸养 我就没有办法 再继续工作 就是靠着姐姐 每个星期 给他二百块钱 去维持生活 孩子五岁之后 我做过酒水销售 卖过鞋 卖过衣服 然后也做过直播 因为五岁的时候 孩子腿烫伤 烫伤了之后 我才到姐姐的市场里 做保安 第一天 八个小时 就楼上楼下 不停地跑 回到家里 自己委屈地哭了 就是感觉 活到三十多年 从来都没有这么累过 但是为了生活 为了孩子 坚持了 有时候工作晚 有时候到十点 才下班嘛 孩子下班的时候呢 会用老师的手机 给我发一个微信 说妈妈我放学了 然后他到家之后 再给我发一条信息 说妈妈我到家了 你放心吧 就自己在家 那你不在家 他怎么吃东西啊 有的时候呢 我早上起来 我会提前把饭 给他做好 等他放学回来的时候 直接再为锅里 打一下就可以了 好